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戏叫女启戒 讲的是启戒的这个犯人她叫苏珊 她呢本是一个妓女 又让富商给买去了 富商呢家里头有一个媳妇 她的这个媳妇和她的这个丫鬟呢 两个人合起伙来就把这个苏珊给诬告了 苏珊起见呢就写的是苏珊从这个红铜县 借往太原这一路上跟借差这个崇老伯 两个人一路上的这个行程当中 苏珊对崇老伯这个诉说自己的冤屈 认了崇老伯当义妇 这是这么一个故事 我们的服装师 拿别根儿 这个戏就是观众也爱看 演员也爱唱 因为她这个配合的比较好 不是疏散哪 走着走着你不走了 我也在这儿 这是祝告天地呀 还是爱求团传哪 观众爱看在什么地方呢 一老一少 一男一女 一淡一丑 这里有很多的艺术性的东西 是大家来开发的 有往南京去第五年 打听上南京的 可干什么呀 当时学这个戏的时候 年龄很小 谈不上理解 我这出戏呢 是我妈妈亲瘦 实瘦 在拍相依相的过程当中 是我母亲她言传神教的 那个金族还是得望出调 望出调一点 多走一点 要不然这带你搬了歌呗 我的外公是京剧艺术大师 张军秋先生 他是张派的创始人 女喜杰这出戏呢 是他17岁就唱红了的 这也是张派的一个代表剧目 所以说传到我这儿 也是第三代了 说心里话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比较抗拒 因为从小是在这个世代中生活 四五岁就开始练功 很苦的 后来呢 就是通过这么多年 积累下来以后 对京剧有一个深的认识 就是说 其实京剧呢 它是我们的国粹 它里头蕴含了很丰富的文化 谁唱都苏酸铃料红弦 谁都知道 但是他这个唱法不同 表演方法不同 这个签不同 是吧 他能唱出四大名单 这就是咱们这个京剧的魅力 孔小父母老爷都是教导 我要多听多看 多接触 就是兄弟姐妹的艺术 这样可以取长古短 艺术是处理旁通的 它有很多是可以借鉴的 陶哲他有 王力宏也有 所以说 其实影视演员 画迹演员 包括舞蹈演员 他都吸收了很多戏剧类的东西 有些东西是可以尝试的 因为毕竟时代在前进 但有些东西该保留 还是要保留的 把我们老一辈的东西 给它保留下来 传承下去 还原名家本贞 寻回时代情怀 央视戏曲频道 大型融媒体互动戏曲节目 绝儿来了 继续为您讲述 京剧五声名家 张又林的戏曲人生 他是京剧五声张派艺术的 第三代传承人 他的人生故事 挥洒着汗水 展现了他几十年如一日 追随前辈 振兴京剧 永不停歇的艺术追求 本期节目将以致敬前辈先贤 品读武戏精粹 共画《我武为阳》为主题 四张江湖败帖 引出五声名家英豪奇句 几十年了 第一呢 我是羡慕 再一个呢 就是佩服 当时的话 我的铁公园 还是王平哥的 邝忠 邝忠 然后那个又林哥的是 王富刚 当时我说 哇 两名艺术家 那个时候真的 高攀不上那种感觉 我非常崇拜我师哥 更有久未谋面的 神秘嘉宾 惊喜亮相 使得张又林感动莫名 泪洒现场 我一定好好地保存 好好地继承 我会继续努力 把师父所传授给我们的 这些艺术做得最好 欢声和笑语不断 感动与泪水相拥 九月八日 央视戏曲频道绝来了 邀您走入张又林的戏曲世界 更多感动 更多好戏 与您相约 中国 俄罗斯 英国 日本等 近十个国家 三十余部优秀儿童剧 在这里轮番上演 全新的北京剧院2019 戏剧嘉年华已再度开启 并在这个夏天 为孩子们带去更多欢笑 为了让戏剧更好地 陪伴孩子们的成长 北京剧院和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 儿童剧委员会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 演艺工作委员会等单位 联合打造了2019戏剧节 即儿童戏剧嘉年华活动 并于今夏暑期 在北京剧院内火热开展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 同戏 同心 同趣 同成长 从这个主题上 大家就能够看出了 我们今年的戏剧节 重点是为孩子们 进行策划的一个暑期活动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们在北京剧院 陆续地演出70多场儿童剧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举办一系列多场的 亲子互动活动 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给这个喜欢戏剧 喜欢舞台艺术的孩子们 在这个今年的暑假 增加一点戏剧的氛围 这些活动搞起来以后 逐渐 逐渐地会成规模 为未来来的天空下彩 本届儿童戏剧嘉年华活动 以同戏 同心 同趣 同成长为主题 通过展演优秀的儿童剧目 召开戏剧教育发展论坛 和开展儿童戏剧工作坊等活动 更深层次地探讨了 儿童戏剧的更多可能性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剧目展演活动中 共有来自中国 俄罗斯 英国等地 超过30部的优秀儿童剧在北京剧院内陆续上演 题材多样 形式丰富 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文化 我们肩负的责任其实对中国的儿童剧市场的创作 编创 演出都是有一个健康发展的一个引领作用 我们这次跟北京剧院来制作这个活动 其实是对孩子成长 包括对孩子的发展和他成长道路上 都是有我们的初心在 相信这次嘉年华活动以后 对我们的孩子有很大的影响 在这其中 英国正版引进的小猪配起舞台剧 完美的下雨天 尤其受到孩子们的喜爱 小猪配起是众多小朋友熟知的英国动画片 她在很多孩子们的成长道路上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透过孩子们洋溢着的笑脸 可以看出儿童戏剧 对于提升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积极作用 不仅如此 随着儿童戏剧的蓬勃发展 国内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优秀的儿童戏剧作品 其中 首次在京上演的原创儿童剧 体育场的流浪猫王 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 儿童剧体育场的流浪猫王 以橘猫苍尔和小学生罗小溪的友谊为主线 讲述了一个跨越身份隔阂 用有爱和理解 共同克服成长困难的冒险故事 为孩子们定制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英雄梦 其中 演员和台下小朋友们的互动 也让整个观看过程充满了欢声笑语 舞台灯光的绚丽夺目 足球主题和小动物相结合的演出形式 也让这个奇幻冒险的故事显得暖心而幽默 为孩子们带去了一段欢乐的时光 简单易懂的故事和充满趣味的互动 也使得孩子们的兴趣 从观看演出延伸到了线下的儿童戏剧工作坊 这次我们就是用熟悉的这个嘉年华里面的一些大的 就是说受众人群多的一些这些剧呢 然后去作为引入 然后让孩子们充分地参与进来 就让他们不仅仅是一个观众 更是一个戏剧的制造者 然后这也就是在戏剧的教育过程中 让孩子不仅感受到了戏剧 也让他们参与进来 也体验到了表演的乐趣 在这里 老师通过让孩子们在熟悉的话题中 找到亲切感 进而带领他们快速融入到工作坊的主题中 期间 孩子被鼓励去进行语言表达 肢体表现和动手手工能力等 逐渐做到解放天性 在戏剧艺术中发掘出更多的天赋 我觉得能收获到不少 起码它能有一些团结合作精神比较好 而且还锻炼孩子 有这种活动 基本上我就会积极参加 除此之外 北京剧院还携手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儿童剧委员会 召开了2019儿童戏剧合作与发展北京论坛 这次我们来参加戏剧论坛 给我的感受很大 这是不同的学习 我们这个外国的专家 还有乃至全国的台湾的一些专家 我感受到了我们作为戏剧老师的一种责任跟担当 还有带我们任重道远去好好地做 好好地铺垫 来自国内外的众多从事儿童戏剧和戏剧教育工作的专家 纷纷到场 共同探讨了儿童戏剧教育的发展和未来 有一种教育是不能够用教授来完成 那个就是孩子的经历 所以我非常强调 我们现在在戏剧教育的 不管你是做哪一个 你是什么方向进入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戏剧的体验性 必须孩子真心实意地在这个过程中去感受 而这个可能是最真实的 这是戏剧的体验性 也是它不可替代的原因 儿童戏剧陪伴着孩子们健康成长 儿童戏剧也需要更多优秀的剧目不断涌现 使其拥有更加广阔的舞台 讲好中国故事 深化中国儿童戏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北京剧院与儿童剧委员会 将会继续推动中国儿童剧创作 制作和演出的健康发展 为孩子们带去更多好看好听的优秀剧目 满足孩子和家长们的同心同趣 伴随孩子们快乐地成长